千年大墓,挖出五岁鬼新娘 身穿喜服,头戴金钗 专家解密一段虐心的皇家秘史 山东省林仪市,发现一座千年大墓 墓里埋藏着三个未成年的幼童 超高规格的墓葬,极尽奢华的配藏品 墓主人究竟是谁? 这里又埋藏着什么秘密?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视频 揭开千年大墓的秘密 2003年4月30日 山东省林仪市,王羲之故乡扩建时空现场 一位工人的出头下,挖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口 考古工作者接到报案,紧急赶到现场 他们从挖出的土层判断,这是一座古代的墓葬 随即展开一场抢救性的发掘 在王羲之故居发现的墓葬,是否会和王氏家族有关呢? 王羲之出生于近代狼牙郡 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灵异一代 他是东晋大臣,书法家 担扬一王邝的儿子 太尉耻尖的女婿,有书圣之称 他撰写的蓝亭婿称为天下第一行术 由于家族文化的传承 王氏一门大多擅长书法 王羲之之子王献之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 与其父王羲之秉称二王 拥有小圣之称 假如这个古墓是王氏家族 那么墓中很有可能埋葬的是王氏家族的书法真迹 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墓门前面的空地时发现了一些人为涂抹的红色印记 这让在场的人都警觉起来 出现人为涂抹的红色印记 可能预示着这个陵墓有更复杂的绅士 太平欲览记载 用铁矿红坟涂地是天子陵墓的规格 王氏家族在东晋时期虽然是显赫的名门大族 但是还没有权利享受到皇家墓葬的规格 由此可以判断 这个墓葬的主人并非是王氏家族 随后考古工作者打开了厚重的石门 古墓是一座地下砖器的建筑 分左右两室 并且都是长方形的拱形圈顶 开启石门进入墓室 单墓室东西横宽3.8米 南北纵长4.6米 高3.4米 一般墓葬都分前后两室 前室是拱祭祀的 后室是摆棺材的 但这座古墓却是分左右两室 墓室内的青砖是用金土烧制而成的 青砖的表面还进行了精细打磨 这再一次说明 墓室主人有着非同小可的身份地位 然而让专家更好奇的是 摆放陪葬品的墓室地面呈硅背形状 从墓室边缘开启 向墓室中心湖面隆起 这是非常罕见的墓葬地面处理方式 将墓室地面做成中间凸起 四周落下的龟背状 是为了将棺果的陪葬品放在凸起的顶端 避免墓室渗水的影响 如此高规模的墓葬形式 让考古工作者更加确定 墓主人一定是高高在上的皇族成员 发掘继续进行 随着墓室内积土的清理 墓葬品开始显露出来 墓葬中供出土250多件陪葬起物 有金器、玉器、铜器、漆器等 在漆器上 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太康七年 太康八年、太康十年三个纪念 太康是西晋开国皇帝司马延的年号 墓主人和这两位两晋时期的开国皇帝 会有着怎样的关系 山东林以古称狼牙 太康元年 司马延飞丰他的叔叔为狼牙王 之后在整个西晋时期 这些皇室成员都生活在林一一代 考古人员猜测 墓主人一定和狼牙王有关 史料记载 西晋末年 王室家族和司马室关系紧密 公元317年 西晋王朝被北方少说民族公民的一年后 狼牙王司马瑞在王室家族的护佑下 渡过长江 在现在南京建立了东晋王朝 2003年5月8日 墓室外围的陪葬品已经清理完整 接下来 考古人员将要打开的东西两个墓室里的棺木 然而一系列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在西侧墓室里有一个小小的棺材 棺木长2.3米 宽0.6米 顺着东西方向放置在墓门口 棺材内 由一句诱饵的骨骸保存万号 考古人员推测 棺木最开始应该是在归背地面的顶端 千年时间 墓室内的积水使棺木漂移到现在的位置 棺内的诱饵骨架 头东脚西 身材纤细矮小 根据谷歌判断 诱饵的右侧门尺乳牙已落 横牙还没有完全长出来 诱饵正处在换牙的阶段 年龄大概在五六岁左右 在诱饵骨骼的周围 有大小不等的陪葬品 依稀残存的头发上 还插着两枚金簪 随后 又在诱饵海骨的胸部 清理出43颗金柱子 这应该是诱饵脖子上的金项链 在海骨的左右手腕上 各有一副金手镯 金手镯的附近 散落着几个金灵等 在诱饵胶低的双手上 还有十一枚的金纸环 此外 胸前还放着金子和煤金石 雕刻的小动物 用于穿线佩戴 仅仅只是身上的佩戴饰品 就已经非常的华丽了 这个五六岁就夭着的孩子 会是司马仕的后代吗 考古人员随之 将东侧的墓室也打开了 多墓室里 放置了两具更小的木棍 一具东西横放在墓门口 另一具 斜放在墓室的西北角 两个木棍长都是1.2米 宽0.4米 关内的幼儿 遗骸大一点也不过两岁 小的是一个不足周岁的婴儿 在幼儿遗骸的手腕上 也都戴着金属桌 周围散漏着各种陪葬品 发掘过程中 西式出土的陪葬品 明显多余东西 而且更精美 更贵重 专家猜测 西木式的幼儿 应该就是墓主人 而其他两个都是陪葬的 由于骨骼细小 又经过长时间的孵化 专家无法判定出三人的性别 中国古代死者不足八岁 以翁 盆为葬具 埋在园内就可以 不能按成人之力埋葬 从东西两个墓室的格局来看 这显然是一个双木式的合葬母 中国古代的葬丧习俗里 只有夫妻才能合葬 这让考古人员想到一种古老的习俗 闽婚 父母给没有成年就去世的孩子 找一个已死的异性合魂 俗称 结姻亲 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一起民婚 就是曹操的儿子曹冲 曹冲死的时候只有十二岁 曹操伤心不已 将曹匹的夫人 真实家中的一位王女配为曹操的夫人 然后将他们合葬 父母以闽婚的方式 让未成年的孩子有了夫妻闽婚 从而可以享受成年人的丧丧待遇 修建规格这么大的墓葬 墓中又摆放着这么多的陪葬品 这可不是一般人家可以做到的 考古人员推断 这座大墓的主人 极有可能是司马家族夭折的王子 在西墓社的角落里出土了三把铁道 考古人员猜测 西墓社中幼儿可能是男性 但其他考古人员提出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 西墓社里尸骨千细矮小 并且发解出金镯子金纸环 更有金鸡和金簪 种种特征都应该是女孩 太平玉兰记载 皇太子纳妃有金差两双 女孩幼年时出嫁 必须佩戴金鸡 这更验证了西墓社里是女孩的说法 那么小王妃的墓社里为何会有男子使用的兵器呢 这一现象在禁述中给出了解释 妇女可以佩戴兵器 那东墓社里的两个王子哪一个才是她的夫君呢 公元317年 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瑞 封自己的儿子为狼雅王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只有18岁的儿子在封王当年就死了 于是只能有孙子司马安国来继承绝尾 但不想 这位狼雅王也在次年死了 按照规定 纷纷的诸侯王死后只能埋葬在封地 考古人员推测 夭折的狼雅王司马安国应该就葬在今天的淋漪 几个月后 皇帝的小儿子司马患身患重病 为了给他冲洗 皇帝封他为新的狼雅王 但不曾想 授封当天这位狼雅王就重病身亡 死时不满两岁 考古人员猜测 东墓社的主人可能就是他们 叔侄两人葬在的一个墓里 是件极其罕见的事情 两位先后去世的王子里 谁才是这场闽婚的小心狼 据书记载 皇帝司马瑞非常喜欢儿子司马患 司马患死后 不仅为他修建陵园 还给他娶了姻亲 这一行为引起了群臣的不满 有大臣上书指出 建造陵墓要花费狼雅国一年的国库收入 实在是太浪费了 这说的就是司马患的墓葬 建文中还提到 开始时只是在山林上 曹操安葬了司马安国 后来才把他迁到小叔叔司马患的身边 考古人员认为 皇帝司马瑞可能考虑到 孙子孤苦伶仃不能进皇室墓地 也许是为了让儿子死后不太寂寞 他把原本博葬的孙子和儿子 葬在了同一个墓室里 如今 发生在1700年前的皇室风云已经消散 只剩下离奇的墓葬 让我们了解到 乱世中不寻常的一幕 给你们看